公司外派β星非船储物舱门票 还剩最后一个名额 审核开始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考核官 请开始自我陈述 我是一个程序员 我写了35年的代码 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机器人 都是我码的 你很勤劳 不过这些都是可替代的低等劳工机器人 恐怕没什么太大价值吧 我 我会考虑的 下一个 我是普罗米修斯实验室创立的第29代家居AI 限量款 全球仅我一个 我服务过M国第55任总统 他的固定如厕时间是每天早上五点钟 还有K国第137人首相 他最长的一次是两分四十九秒五三 精子活力值为了 将于你所知的情报具有高度机密性 请AI回收部门拆解分析 凭什么 你不尊重AI的人权 我要去告你 我 我负责回收电子垃圾 很有意义的工作 不过 二十岁之前作为实习生 我努力学了三年 值得鼓励 二十五岁那年 经济危机加剧 公司不堪重负 于是我主动降薪三级 三十五岁那年 我响应号召 用物理方式处理掉了我身上唯一可能干扰我 专行工作的器官 看得出来 你为公司做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 刚刚我把所有的积蓄都宣献了出去 希望能换一张储物仓的票 什么 一旦审核不通过 你出去连个氧气面罩都买不起 我们不会忘记为公司做过贡献的人 恭喜你获得了诺亚房舟的最后一张门票 储物仓虽然空间狭小 但从好过随地球一起毁灭 不是吗 储物仓名额已满 请核查 收到 我们已经与贝塔星居民达成了移民协议 诺亚方舟到达后 储物仓会率先降落 把仓内乘客献计给贝塔星的十人组 以保证其他乘客顺利移民 收到 Over 2 2 2 5 6 2 4